接下來就是講魏康叔的這本書《人頭戀家十》 《人頭戀家十》這本書是1983年的作品 1983年就是魏康叔的全盛時期 他寫很多很多東西 一日可以寫兩萬字 真的不知道怎麼寫 我一日寫五千字我已經沒命 但我都可以一日寫到五千字 在我說小說的時候 但一日寫兩萬字 我覺得這件事簡直是匪夷所思 真的是一個天才 他真的是一個外星人 所以我覺得魏康叔寫的科幻小說好看 但其實他寫懸疑的作品是更加多 《衛斯理》的系列裡面 他那些是以科幻多 但如果你想看懸疑的技巧 你一定要看《人頭戀家十》 不知道外面還有沒有 但這本書其實斷了很久 先講一下《人頭戀》這個故事 其實《人頭戀》這個故事 很簡單的 講講故事給你看看 主要是想探討後面的問題 就是英俊瀟灑的有錢仔 命不久矣 進醫院的時候 他已經是癌症末期 即是骨髓癌 已經死定了 已經死定了 但事實就是他去到醫院的時候 他對生命不是特別留戀的 他很瀟灑 他覺得來就來 要走就要走 他不見對生命特別留戀 但他不是悲觀的 只不過他是一個很瀟灑的人 如果真的要走的話 他也會走 所以他進到醫院的時候 其實他只剩下一個月 還是兩個月 即是很短時間 讓他遇到一個 他這一生夢寐而求的女人 即是他的看護 是一個很年輕很漂亮 身材很好的女護士 於是兩個人在他最後殘餘的日子裡面 他們兩個就愛上了 因此那個男生就不想死 但他是沒有辦法不死 因為他的病是只有半個月 即是愛上了這個女生之後 其實他也是只有半個月 其實他的直線下降得很快 其實他很快就會離開這個世界 最後他就用盡所有方法 令到自己生命可以繼續延續 而是跟這個女生繼續相愛 那他做了些什麼呢 他就做了些很噁心的事情 他很噁心的事情 就找了一個 那個我也不知道是科學家還是醫生 那那個人 有一天 當然大家都不知道 去到醫院的時候 就把這個男生的頭 這個男生叫什麼名 你等我一會 這個男主角 這個男生叫朗鷹生 那個女護士叫玉蓮 朗鷹生是深深愛上做玉蓮 一個年輕二十多歲的女護士 長得很漂亮 很陽光 身材很好 他們也在最後那段時間 也有關係 有性關係 但是他就說 因為他很留戀 這段 他沒有想過一生人 竟然會在他最後的時間 遇到一個這麼愛的人 有這個愛情 於是他就做了一件很難以想像的事情 這件事我也陪奉尼康宿林 真的很厲害 他就找了那個人 把他的頭切了下來 他的身體是殘障 因為他身體已經腐爛了 他的癌病一直直飆上來 他的癌細胞供到頭前 他就切了頭下來 用儀器令頭繼續伸活 於是他就找回這個 那個女生以為他已經死了 因為看到毛頭的死屍 所有醫院的人都嚇到半死 為什麼毛頭的死屍死得這麼恐怖 但沒有人知道頭去哪裡 原來他就找了這個科學家 把他的頭移植到一些管 那些管是可以延伸的 頭就是在管那裡 即是他的頭是可以這樣伸出來的 但後面是一條管 你想想一下那件事 是不是很恐怖 那科學家就帶那個女生 帶於年去見這個朗英申 朗英申希望繼續跟他相愛 那女生就嚇到暈了 故事就寫到這裡 那暈了 你問他愛不愛這個男人 你問他愛不愛朗英申 他一定是很愛這個男人 但是你愛不愛他的頭 你明白嗎 當他沒有了一個身 身變了一條管 他的管可以伸前伸後伸前伸後 他的頭可以伸出來看你 但你可不可以愛他的頭 你們兩個之間是否還是一個愛情 當然我小時候 我很小時候看 我應該是小學的時候看 我那時候看的時候 我是久久不能忘記這個故事 因為這件事令我覺得很恐怖 令我覺得很蒙管動 當時小時候 當然沒有想那麼多 就覺得哇 好害怕 只剩下頭 你可以想像一條管 頭可以伸前伸後伸前伸後 你一壓他的時候 他的頭可以伸前伸後伸前伸後 你可以想像一下 整件事是不是很恐怖 很冰冷 很機械 很不人性 很反人性 和很恐怖 但問題是因為他很愛這個女生 所以願意為他這樣去生存 你是那個女生 那女生寫到她暈了 我覺得暈了 你會醒來的 你醒來的時候 我經常都想這個問題 我是那個女生 我是那個瘀連 我醒來的時候 到底我怎樣反應好呢 這個人可以承受這麼大的痛 令到他自己的生命 可以繼續生存 這是另一個層次的探討 到底生命是怎樣繼續下去 身體是不是唯一 你需要的東西是可以令到你可以繼續生存 生存到底有沒有一個形式的局限 是不是一定有頭有身才可以生存呢 你有頭依然都是朗英身 你有頭但只不過你身體變了一個管 那生存的模式 是不是一定是有頭有身才是一個這樣的形式 如果我們換一個形式的話 一個頭加一個罐 那可不可以是生存呢 你說朗英身到現在是生存 還是死亡了 其實是沒有答案的 不過我覺得這部書 令到我去思考 小時候不會思考 就覺得很害怕 嘩這樣也可以 所以我對人頭戀家屬這部書 是我很深印象 我很開心結果找得回這部書 其實是想兩個問題 其實我今天都沒有答案 不過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思考這兩個問題 第一件事 什麼叫愛 如果你很愛朗英身 你很愛這個人 他死了你很傷心欲絕 OK 但是如果他只剩下頭 他後面是一條伸縮的管 那你可不可以愛一個頭呢 你還愛不愛他呢 如果你身邊的人 不要去到這麼極端 如果他身邊有一個你身邊很愛的人 去欣逢一個劇變 就是好像那時候 這個體卡夫卡存在主義一樣 Greger那本書 你記不記得 變形記 Greger一覺睡醒 他不是一個人 他變成一隻大的甲蟲 你還可不可以愛他呢 他依然都是Greger 但是他整個形狀是變了 已經是變了另一個人 就是變了另一個東西 由一個人變了另一個形狀 就是一隻甲蟲 你還可不可以愛他呢 這件事其實很值得思考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會面對這個變化 當然我不是說你的情人 你的老公 你的老婆 會變成一隻甲蟲 或者只剩下頭 但是人的變化 是很大的 就是很值得去思考 其實愛 怎樣為之愛呢 就是 它是一個hold 你可以愛他 但是如果他變了 就是他變了另一個形狀 就是 現在浪英真的變了一個管 管 定住一個頭 你可不可以愛一個頭 就算你不是去到這麼極端 如果他的生命有很大的變化 你還是否可以愛他呢 突然說你只是愛他現在這個樣子 如果這個樣子一有變化 他的條件一有變化 你就不愛呢 這件事我覺得是沒有答案的 不過 看這本書的時候 我會思考這件事 到底愛是什麼呢 第二件事我會想的就是生存的形式 到底有沒有局限 這件事是我以前沒有想過的 生存的形式有沒有局限 是很過癮的 就是在這本書裡面說 我們生存的形式是一個人 和一個頭 是一個整體 但是好像 我不知道科學上面是否可以 但是根據這個科學家 切了浪英真的頭 那個人就會說 當你的身體一路腐化 一路腐毀的時候 其實你根本上是不需要這個身體的 你是不需要它 因為它裡面的organ 一直在腐壞 腐爛 所以其實 你不要讓它的壞細胞 侵入你的頭 其實你所有東西 你一個人的功能 其實所有東西都是你這裡 你大腦控制你所有四肢 所以知道你這裡不壞 其實你這裡是可以不要的 那你還沒用這個機器 總有方法 甚至可以聲控的 可能你變成不是一條管 可能變成八爪魚 這樣四條管 或者八條管 那你就會聲控 科技是可以一日千里 現在已經是元宇宙了 沒有東西是不行的 那如果一個人 不是一個四肢 這樣的人 而是變成八爪魚 新的管 那是否可以生存呢 你會不明白 這個就是 這部書我覺得是個癮的地方 我也都很佩服尼康叔的想像力 思考這件事 沒有答案的 只不過過程是挺過癮的 讓你們多想一些事情 不要經常看著電視新聞 電視新聞現在沒有東西看了 那你將世界抽空出來 想一下其他一些事情 其實我覺得這些是很有趣 其實在我們這麼壓抑的生活裡面 其實我們平時是不會有空間 去思考這些事情 如果我不提出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想過 其實什麼叫愛 愛是什麼 如果只剩下一個頭 你可不可以愛呢 如果他一叫你 朗英生的頭會突然在你後面 伸過來 然後他會 頭疼你一口 但他的身是管 那你會覺得很sweet呢 還是很無管動呢 如果你的情人疼你一口 你會覺得很sweet 但你有情人只剩下頭 身是管的話 你會不會覺得很無管動呢 我會想很多 那兩人怎樣相處呢 如果再親密一點的時候 那你和那條管 又怎樣再親密一點呢 真的 我不知道 我看這些書 我就會有很多這些想像力 那其實我們讀書live的目的 都是刺激大佬思維 那大家又可以去思考一下 那你會說 是不是很無謂 其實我覺得不是的 沒有東西是無謂的 這個世界什麼都會發生的 那你 想一下 你從來沒有想過的 你又想一下 另外 另外一件事 就是關於藝康叔寫的 懸疑小說 我剛才說 他的懸疑小說 是寫得很好看的 其實人頭軟加十 加十就是那十篇的短篇 他寫這十篇短篇的時候 其實他都說 其實他寫那件事是很刺激的 是寫得很快的 他是把一種的氣氛 寫出來的 而且他寫的時候 他覺得不是很完整 但其實我覺得故事是完整的 只是很短的 譬如其中有一個 就是說 有十個 你可以自己買一本書去看 我其中有一個 寫強姦 一個病人在醫院那裡 就不斷被人強姦 那你一直看的時候 你一定以為那個病人是一個女人 那女人才被人強姦 當然不是 男女都會被人強姦 但事實就是 你很正常 我們平時一個 很日常的想法就是 應該是一個女士 而不是一個男士 後來寫到尾的時候 原來這個是一個男士 因為他去報警 那個警員就去到 看到這個病人 即是跟那個conversation裡面 其實你都不知道 其實這個病人到底是難定女 但你直覺覺得這個應該是一個女人 說到後面的時候 警員才表達 你其實這麼大隻 如果要強姦你的女士 你不知道要牛頭這麼高 要高你幾個身形 他什麼時候告訴你 是一個女人 他說 那強姦你的那個 不是一個女人 難道是一個男人 你自己是一個男人 他說 是呀 是一個男人 那到底是哪一個呢 他說 他的懸疑氣氛 其實我不懂 不懂說 不過你真的可以自己看 總之你步步推進 步步推進 你會覺得有些蒙管動 而且你會覺得是挺心寒的 他說 你越講 他說你越講 不如你再詳細一點 說再詳細一點 到底那個人是怎樣 到最後那個人 他說 每一次我都是很不願意 但是都是被強迫去做 去做我最厭惡的行為 他會每一次令到我想起的時候 我就想要作偶 我拼命反抗 但是最後我都是做了 我知道自己很安裝 但是我用水都洗不乾淨 我用酒來洗 用唇酒來洗 我都洗不乾淨 病人在那裡哭 你又一直聽下去 你以為是個男人迫他去做 做一些很安裝的事情 做一些他自己很不願意的事情 他完全是被迫 但是到最後 其實那個說法 就是說 他就說 到底是誰 他說 強迫你那個 到底是什麼女人 就是你這麼高大的身形 這麼健壯 他說 誰告訴你就是女人 他說難道是男人 那個男人說 當然是男人 我是男人 難道你看不出嗎 他說我當然知道你是男人 難道強迫你那個是男人 他說 什麼那個男人 那個人就是我 就是我強姦我自己 是我強姦我自己 他說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被自己 每天都在強姦 就是我每一天都是迫自己 做一些我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他說 所以 這個強姦案 不單止發生在我身上 亦都發生在你身上 亦都發生在其他人的身上 就是你每天都是迫自己 做一些你自己很不願意做的事情 你自己很反感 很安裝 很不合理 或者是口不對心的事情 但你每天都在做這些事情 這個短編是一個強姦 當然後面他就揭衷了 但中間前面那個佈局 其實是寫得很好 所以 魏康叔寫這個故事 其實是人頭短加十 寫得很有趣 有些事情 其實我都說 讀書就真的要你們自己看 如果你不是自己看 其實你是不會明白我說 為什麼有這麼好看 那我就準備 今天跟大家講魏康的時候 我就找回一些 我以前寫過魏康叔的文 很驚訝地發現 原來我之前講魏康叔 那個愛情十戒 原來被很多人抄了 最好笑的是 有些人 其實都不是可笑 其實都挺可惡的 就是他把我整條片 抄了出來 由頭到尾自己錄一次 當然他的觀看就沒有什麼人看 因為不是原創的 就算你 連我舉的例子都照抄 我想說 都挺無恥的 這個世界上什麼人都有 你很明顯 其實你沒有看過魏康叔 都沒有一本書 或者沒有一部小說 或者沒有一些散文 叫做愛情十戒 這個其實我看了他 那麼多書之後 我自己寫過 當然是不止十戒 我之前跟你們說 其實是more than that 不過我就是寫過 叫做愛情十戒 但是那些人可以很無恥 抄了 那兼邪 就是連我自己個人的例子 都搬子個子 你抄 都加回自己的東西 哪有些人那麼省碎 省力和那麼無恥 所以這件事 我都覺得挺好笑的 你說我生氣不生氣 我又不會很生氣 因為沒什麼人看 他的視頻很少 所以我又不會很心理 不過我覺得 做人就不要這樣 都是知識產權 哪有人這樣抄襲 還有今天我們說的愛情 所以有些我之前是沒有說過的 我就用這個來做這個 關於愛情 其實魏康叔肯定是專家 他都說他一生跟魏太很好 但其實他很喜歡愛情 但他身體是不忠於太太 他年輕也很頑皮 但是風流不下流 還有他對於愛情 他有一個說法 我覺得是很有趣 他說愛情不是蘑菇 什麼叫蘑菇呢 他說愛情是不能培養的 他說婚姻是可以培養的 你培養一段婚姻 大家互相先奏 大家互相 其實婚姻不完全是一個愛情 婚姻是一種關係 是你們兩個人的一個組織 一個關係 這些東西是可以培養的 但愛情是不可以培養的 他說愛情不是蘑菇 你怎樣都沒有辦法 是可以培養的方法 你怎樣都不可以培養出來 你用多長時間都培養不到 你用什麼心思都是培養不到 婚姻可以培養 但愛情是培養不到的 所以男女之間的婚姻關係 就不等同於愛情關係 這是一個完全不需要討論的事 愛情就是愛情 婚姻就是婚姻 兩樣不同的東西 有婚姻關係 其實有很多都未必是有愛情 我身邊都有很多朋友 譬如嫁一個人 不是因為他特別愛他 是因為他需要一個物質生活 而他覺得靠他自己努力 他不可以住山頂 不可以拿鱷魚皮的LMAS 所以他就選擇跟另一個人 建立了婚姻關係 而可以適合這種享受 但愛情其實就不是這樣 愛情也不看條件 愛就是愛 其實這件事也沒得解釋 愛是沒得解釋 不愛也沒得解釋 這件事我很記得 當時在茶山經常說 喜歡和不喜歡都沒得解釋 不需要解釋 為什麼我喜歡這個人 或者我很討厭這個人 你看到那一刻 你覺得很討厭就是很討厭 所以這個其實是挺有趣的 愛情不是蘑菇 愛情是不能栽培出來的 愛情這個 其實當愛情消失的時候 是大家同一個時間來 但是大家消失的時間是不一樣的 如果大家消失的時間是一樣的話 就不存在 有些人死不肯分手 如果大家一起消失的話 失戀就不會傷心 失戀為什麼是傷心呢 就是因為 你和他來的時間是一起來的 但是大家愛情消失的時候是不一樣的 你消失的時候我還沒消失 我消失的時候你還沒消失 所以才有傷心這件事 所以 沒有辦法的 愛情消失的時候 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 可以在時間上 可以compromise到任何一個時間 只能夠跪下自你 不要死前難打 我覺得是 愛情這件事 其實就完了 就完了 就算你還沒完 對方完了的話 你都只有 你都只有放手 因為那件事已經不可能在一起 愛情是必須要兩個人 都是情投意合才可以 如果有一個人已經不再愛 我覺得就放手了 今天為什麼會講這些呢 就是講一些輕鬆話題 因為我之前講余英時老師那些書 可能你會覺得很happy 所以今天講一些輕鬆一點的話題 因為最近有很多這些juicy的東西 所以都ok的 好了 我們就講到這裡 希望你們大家都有幸福的愛情 好的 拜拜